日本居民跑步達人治水直樹 为了感谢台湾对日本311大地震的关怀 曾经在2018年花莲0206大地震的时候 特别以GPS跑步轨迹写下了花莲加油的字样 而它在今年6月5号再度现身花莲 这一次它是要沿着台湾的海岸线 以GPS轨迹画出长达1100公里的欧形字样 要结合它今年3月在日本三座城市所完成的个别字母 以LOVE传递台日跨海之间的深厚友谊 为了感谢台湾对日本311大地震的关怀 日本知名跑步达人治水直樹 曾经在2018年花莲0206大地震时 特别以GPS跑步轨迹写下花莲加油的字样 而它在6月5号则再度现身花莲 这次是要沿着台湾的海岸线 以GPS轨迹画出长达1100公里的欧形字样 现在日本和台湾全部都是4个地方的L O V E 4个字都描写了 L V E 都是大阪和東京和災灾地产业的仙台 在3月在海岸线连下100个人都描写了 在吉安路跑協會的陪跑之下 治水直樹一星人 在五號一早前往了花蓮市公所 參加加油會 受到花蓮市長維佳燕 及公所團隊的熱情歡迎 感謝治水先生 也帶著他們團隊 以及我們在地的吉安路跑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次的活動 那來展現我們台日友好 那也希望說未來這樣活動 地景藝術的活動 能夠有更多的人來加入 治水直樹五月十八號 從桃園中立出發 以二十四天的時間環繞台灣一圈 要把創作出來的O型地景藝術 與今年三月在日本東京 仙台大阪等三座城市 以GPS軌跡所寫出來的 LOVE等字母結合 要以LOVE來傳遞台日深厚情誼 記者徐立晴花蓮市報導 治水